当今社会小孩拼命竞争 成疾和各种特长 孩子和家长的压力都很大 我们在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的情况下 对于小孩的教育上面应该如何取舍 所谓孩子的这些教育 我们作为大人也经常关注 但是没办法改变教育的体质 所以一方面应和时间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争取 让他的文化不流失 我看到这里很多的 包括那天去芝加哥和博士顿的时候 很多华人的孩子 他们自己都没有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 其实这个很重要 但我们可能在座的人都要努力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华人的世界 所以可能到了下一代 在下一代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有这种可能 所以在这个之前 就是争取自己的文化很有必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